第六章 第一堂绘画课 从广州回到北京以后 我身体一直不好 姐姐们开学时 爸妈把我留在家里 北京的秋天很短 中秋一过就是冬天了 屋里要生火 出门得穿棉衣裳 尽管冬季寒冷而漫长 可在我早年记忆里 它还是非常迷人 一想起来便回味无穷 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些阳光明媚寒风凛冽的日子 冬天天黑得很早 刮大风的晚上 我们总是早早就被轰上床 我经常天不亮就醒了 小身子猫一样 蜷缩在又厚又暖和的被窝里 闭上眼 静听孤外呼呼的风声 有时觉得挺远 有时觉得风就要破门而入 我把自己想成一位冒险的英雄 奇异的景观便浮现在眼前 想象力也随着风声 变得越来越大胆 狂放 我常闷见自己 在广袤的大海上漂泊 波浪载着我在咆哮的海水里 起伏奔涌 我从来不感到害怕和绝望 相信希望就在一片 新奇的土地上 有的时候 强劲的风呼啸着 卷走院子里 夏日用来遮阳的席棚 只剩下光光的竹架 长短不一的竹竿 变成众多的乐馆 狂风吹过 发出的声音 恰似美妙的天国音乐 我便在 这奇妙有力的乐音中 任想象的语意 自由翱翔 神仙披着美丽的长袍 乘风飘舞 去参加天国音乐会 我也在里面 真快乐 天一亮 大风渐渐停息了 远处的汽车喇叭声 预示着新的一天的来临 悲欢离合 幸福忧伤 平凡琐碎 我常想 某人某天会发生什么事 越想越觉心烦 窗户纸变成银白色 过一会儿 染上浅浅的金黄 太阳升起来了 女佣 女佣走进寝室 捅开火 咕嘟咕嘟地开水声 提醒我该起床了 屋子里又暖和又舒适 你又不上学 还不多睡会儿 用人想让我晚点起 我总是一咕噜爬起来 满心欢快地跑出去 我心里明白 今天跟平常没什么两样 还是什么事也没有 待在一个地方 玩同样的游戏 但这并不妨碍我自得其乐 也从不使我感到失望 或害怕新的一天的到来 屋里心贴糊了雪白的墙纸 窗户纸也是白的 阳光照出精致秀雅的窗帘 火生得阵望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 欣赏起窗户上挂着的 那幅精美的水墨画 上面只有用粗线条 绘出的几缕树枝 画家这几笔要表现些什么 枝头的嫩芽 使我感到春暖花开的时节临近了 梦想着野外生活 一只小猫慢慢爬上窗台 伸伸懒腰 怂怂肩 又悠闲地走了 那悠然的样子 让我猜到 今儿是个阳光和煦的好天 几乎每天早晨 我都能看见这只猫 可从未斗过它 小麻雀总是在屋檐下的太阳垫里 飞来飞去 嘴碰到窗玻璃便旋即飞开 看着它们在空中画出的优美曲线 我想象自己在春日的河畔 小燕子绕着我飞来飞去 而且雪白的屋子变成嫩绿色 这种感觉或许是我住过几个月的广州 妈的家乡赋予我的 孤独的情感和温暖的天气 常把我带回到那段日子 晴天看妈刺绣 是我记忆里的一首小诗 她那好看的手指 在竹笨子上下支来支去 发出轻微悦耳的声音 给人一种时空的和谐 一次 妈问我喜欢绣什么颜色的鞋 我竟不知为什么 眼里忽然饮满了泪水 吃过午饭 姐姐们都上学去了 我溜到后花园 跟太阳地里转悠 想找些好玩的 累了就坐在假山石上 欣赏四周的景致 眺望远处 紫禁城宫殿 辉煌庄严的琉璃瓦 在阳光下溢溢生辉 黄色的屋顶好像用金子铺陈 绿色的屋顶恰似美丽的翡翠 蓝色的屋顶变成了苍穹 橙红色的城墙 宛如一缕丝带 把他们美妙地坠结在一起 看到这些 心下伸出疑问 紫禁城现在让谁站了 妈和佣人告诉我 皇帝退了位 可并不说天子为什么被赶走 我只知道革命党掌了权 总统和他的人搬进了宫殿 妈说 他们中有些是爸的朋友 所有这一切 使美丽的宫殿失去了神秘色彩 过了一会儿 我又望向遥远的西方 透明的光线 把连绵起伏的西山 勾勒得清晰可见 好似一堵降紫色的水晶屏障 松树和白塔 更为这景色披上了幻影 我毫无目的地观望了半天 模糊地感到 所有这些 大概都是什么人 事先设计好的 天好的时候 每种颜色搭配得 是那么完美和谐 令人神迷兴亡 这一切深深打动了我 它不同于我离开家乡时 那种对自然朴素的热爱 在我独自欣赏美景时 已有了一种 撕恋什么的感觉 我撕恋家乡 梦想自己 静静地坐在家乡 某地的山石上 一股离愁别墟 慢慢袭上心头 好像把石子扔进池塘 平静的水面 溅起水花 圆圆的涟漪越来越大 最后消失了 我在后花园 无目的地溜来溜去 从地上捡起根碳棍 令我想起姐姐们的墨笔 雪白的墙就在前面 真想用这碳棍 在上面画点什么 我现在已经不记得 当时画了多长时间 只记得白墙上 画满了山水 动物和人 第二天 又去画另一面墙 打这以后 我天天都去画 变成习惯了 越看自己画的画 就越想画 兴致颇浓 一天 爸的一位朋友 经过花园 停下来看我作画 待了好长时间 我有些得意了 因为还没有人 肯停下来看我画 即使用忍 只是嘴上说喜欢罢了 有老师教你吗 爸的朋友和善地问 我告诉他 我只是画着玩 没找过老师 画得不错 很有天分 将来能成个大画家 他问我几岁 排行老几 我告诉了他 他说 我去跟你爸说 不让你学画 太可惜了 走 我带着惶恐和欢喜 跟他来到爸的书房 他走了进去 我在门口停下来 担心 爸会不会因我 涂抹了白墙而生气 可我又想听听 他跟爸说些什么 哈哈哈哈 我听见爸在笑 他的朋友 招呼我进去 是你 爸又惊又喜 过来给老师行礼 跪下 以后你就是 他的学生了 我照爸说的 羞怯地行了礼 老师跟爸说了什么 他又大笑起来 说 怎么可能 你对我这丫头着迷了 谁相信他将来 比你我画得都好 你还不信 有一天你会看到的 那时你可别 嫉妒你女儿啊 你练了那么多年书法 不是最近才掌握了村法 而他几天就会了 别忘了 他才六岁 我就这样了 可他怎能同你这位宫廷画师相比 他还从未见过名画 他比我有福 我自打当了宫廷画师 就再没时间画自己想画的 我倒见过不少名画 可又有什么用 只能妨碍我大胆独创的作画 我的老师常跟我这么讲 所以直到今天 我还清晰记得 爸拿出一瓶洋酒 我后来知道是威士忌 倒满三小杯 递我一杯 说 敢喝不 敬你老师一杯 我兴奋极了 想到能让老师高兴 让爸为我骄傲 就像大人似的 一饮而尽 我不知他们说了什么 只听见爸在笑 往我手里塞了几块糖 我不记得是怎样离开书房的 第二天 老师给我带来一大盒彩末 和厚厚一卷纸 我看着他 在爸的大桌子上作画 他用了好多笔 山石 树木 疏忽间便在纸上显现出来 他的笔在纸面上戳戳点点 忙个不停 我的眼睛也一刻没有离开 然后 他教我调色 例如 蓝黄调成绿色 红蓝调成紫色 给花瓣上色 先灼白粉 再上红色 就会变成粉红等等 他反复叮嘱我 千万别把黄颜料弄到嘴里 因为他有毒 其他颜料没毒 我的老师王竹林 是个中年人 气质非凡 气度儒雅 对我特好 每次去看爸 都不忘给我带来话剧 教我赏画 我的画桌上满是各种漂亮的盒子 瓶 笔戏 各种毛笔 画轴和宣纸 不知有多少次 姐姐们用艳羽的目光看着我 爸对我比对姐姐们都好 有客人时 只叫我和大哥陪他一起吃饭 连六妈都不叫 除了五妈 妈和八姐 家里人对我意外受宠 嫉妒死了 记得有一次 爸要带我去看一位 民国前做过大官的 收藏中国画的朋友 碰巧我那天不舒服 妈让佣人告诉爸 我不去了 正跟妈说事的三妈 听后非常生气 别错过炫耀女儿的机会 我要是她 爬着也得去 狗还知道跟主子咬尾巴呢 要是不去 他爸该生气了 妈听了很恼火 没搭理他 过了一会儿 妈勇敢地说 他是病了 他爸也用不着老夸耀女儿 再说 夸夸也没什么 八姐挖苦道 我倒想摇着尾巴跟爸出去 可惜不带我去 过了段时间 我的老师来告诉爸 他很快就要走了 建议我去拜宫廷女画师 妙素云为师 爸说他太老了 当不好老师 而且 他总为当过慈禧太后的老师 而过于自负 他在宫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也许根本不屑于 做无名小丫头的老师 我看他不会教个小姑娘 爸说 真不教也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 只为让他去看 去听 换句话说 让他见识一下单亲高手 不光看他如何作画 还要留心 他日常生活的一切 言谈 举止 艺术趣味 以及一切 跟他画画有关的东西 这样 即使不画一张画 他也会成为单亲高手 我敢说 这样的单亲高手 绝不会是平庸之辈 爸大笑着说 你是真想让你的学生 成为一个单亲高手 好吧 照你说的做 我真心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 真正的单亲高手 而不是只支挥毫作画的画匠 几天以后 我的老师说他安排妥了 带我去见女画师 他要见了我再决定 是否收我为徒 那时 为建立师生关系 学生必须得给老师送礼 一天 妈给我穿上新棉袄 戴了一顶过年才戴的棉帽 走进客厅时 见爸正和表哥聊天 地上放着一只大红箱子 三妈六妈正翻看着礼品 里面有衣料 有表哥带爸买的山珍海味 钱装在大红信封里 这些都是送给女画师的 我见三妈扬着眉毛 跟六妈交换了个眼色 看见我走近了 对我说 大画家来了 别忘了给我画扇面 大画家可好说话 你错了 爸纠正说 在中国 几乎所有大画家都很巨傲 他们绝少以画取悦于人 爸提到一些名字 并同表哥一起谈论 然后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你若想将来当个大画家 必须记住 绝不可画不想画的东西 画什么都要出乎真心 可不要以画取悦任何人 哪怕他是你爸爸 都将来无法犯了 这种项目魚